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REXCARD 以及馬來西亞蓋牙卡店的贊助播出 快點養我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雙蛋瓦斯的鋪傷牌 好首先看到我們的小蝶蝶啦 他就是鋪傷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啦 來第一招打對方能量數量乘以20 那對方如果3顆我就可以打60滴 那基本上這一招應該是用不太到 但是以後如果有剋數的話 龍系我們也許可以用到這一招那還不錯 那現在的話芒果建議你要放超能力系的話也是OK的 好那第二招可以把對方場上的傷害指示物隨便你轉 你想怎麼轉就怎麼轉 OK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小蜜蜜啦 第一招打對方全場20滴血 那這個就是鋪傷流的奧義精華啦 對方如果鋪好鋪完門的話 就會被我們鋪到死啦沒有問題 來接著就是我們的雙蛋瓦斯特性 當他在前排注意 只有他在前排 雙方的回合只要結束 判定階段的時候 都會直接跳一顆傷害指示物 給對方的基本寶可夢 懂嗎 基本寶可夢只有基本哦 所以說對方如果全部都是基本的話 那就會全部扣10滴血 來第一招打40滴 那如果後排對手有任何的傷害指示物的話 那全部再給20滴 這樣懂你是嗎 所以前面40滴啦 後面有傷害的全部20滴 如果我們先摸到一下的話 那對方後排全部都被我再摸個20滴血 這樣你看 哇這個太猛了 真的太猛了好不好 所以說你有可能一回合就直接打出這個 接近200的傷害 有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200傷害 你看打完之後呢 特性在發動 對方的基本寶可夢 全部在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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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太恐怖了 這雙蛋瓦斯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吸盤魔 鋪傷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回首 阿賽的話沒辦法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 counter槍 來 counter槍當你獎勵卡落後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對手一隻 呃 後排的寶可夢抓出來 那基本上我們鋪傷的排型 一定幾乎都是落後的情況下 不用擔心好不好 當你落後直接把他抓出來罰戰 繼續做我們的鋪傷這個動作 所以說這個 counter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 來 芒果放了一張這個籤筒 籤筒我跟你講 沒事不要亂用啦 因為有時候真的 你需要用小蝶蝶來 呃 使用 counter 能量的時候 你可能剛好抽不到 如果有這個籤筒的話 也許可以到後期 是用得到的 這樣懂了嗎 好再來我們的巢穴球放四張 因為這牌說真的要吃鋪場嗎 也有一點點而已啦 不會到很嚴重 但基本上來小米明起手最好對不對 那再來後面的話呢 後面的話就鋪個兩三隻瓦斯彈 也是ok的 再來放了三張暴龍機 翻牌組上面七張牌 只要有任何人物卡 直接拿到手上 沒有問題 接著就是我們單架啦 因為我們是小人牌 那我們放兩張單架 以防就是說我們被殺的太嚴重 太兇對不對 因為通常對方如果已經拿到 四五張獎勵卡的時候 就準備我們要分出勝負了 因為我們就是一回合 給他拿個四五六張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放兩張單架 不用擔心 接著就是高級球放四張啦 那就是丟掉不要的東西 然後直接把你的需要的東西 抓到手上 接著場地的話 這個的話其實 芒果覺得說 有些人會多個一兩張 個GX場地 那叫什麼東西啊 無人發電場是不是 好啦也是可以啦 不過芒果就是想說 放懲戒場地就好了 如果你們要修改 自己去調整 那懲戒場地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GX嘛 絕對不會跳血 那對方GX很多的話 就一直被我們跳跳跳跳跳啦 來 人物卡竹籃放三張 來那這個的話 古芝麻也放兩張 因為這副牌說真的 不太吃古芝麻啦 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們有Hunter槍對不對 來那裁判放兩張也OK的 裁判放兩張 基本上就是 如果對手真的會被我們打掉前面 或者是說我們真的 對方手牌太多了 有可能會被對方一次給他 反打的話 那我覺得裁判干擾下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利利愛就是拚起手 利利愛是最好的情況下 來馬制式看一下 既然我們獎勵卡 都一定落後的情況下 那馬制式就顯得非常重要啦 當你獎勵卡落後之後呢 使用馬制式可以再額外多使用兩張 兩張人物卡 你看那如果我馬制式用完了之後呢 我再直接 可能竹籃或莉莉愛 或者是古芝麻 發完之後呢 再使用裁判 你看這個combo也是非常非常不錯 不過基本上通常都是讓你濾牌 好不好 濾個一次兩次 讓我們那個東西能夠濾出來之後呢 可能最後一下再直接來裁判 對方一定爽歪歪 好那兩張頭巾應該就是說 如果對方真的是GX前排的話 那我們就貼前面 來讓我們的這個 雙奈瓦斯打到70血量也是不錯的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小米民 打50滴血也是OK的 來 符咒的話基本上不用講 一定是貼給我們的雙彈瓦斯沒有問題 那雙彈瓦斯只要被擊殺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符咒就開始使用它的這個效果啦 直接選擇 放4顆傷害指示物隨便你放 對方的場上 隨便你想怎麼放就怎麼放 那再來 康藤能量4張 雙無能量4張 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看看吧 那芒果覺得這部牌說真的算強 非常非常的強 來等一下對手 人咧 呃 稍等一下 都沒有跟我打嗎 這部很邪惡呢 好火系 那基本上可能是小小丑噴火龍之類的吧 那這樣的話我們鋪傷還蠻OK的 我覺得應該還蠻強的 來試看看吧 呵呵 這什麼啊 最好情況大概就是小米米在前面比較好啦 對不對 哇靠 真的是烏鴉嘴 嗯 噴火龍 噴火龍喔 噴火龍的話那這樣子我小 我那個就沒用啦 我的 我的雙蛋瓦斯好像沒什麼屁用 啊小丑 所以小丑等一下有可能把我打爆是不是 好 既然有可能把我打爆 那我覺得我們先直接做後排好不好 嗯 嗯 想一下喔等一下喔 想一下喔等一下喔 單價 OK OK先這樣子吧 那他等一下如果真的把我打掉的話 那基本上我可以馬上試再猜看他喔 那應該這個效果還不錯 馬上做出來我們第一個combo 好丟 怎麼那麼多啊八張喔 好小火龍出來了 小小丑出來了 龍結弓咧 有龍結弓嗎 龍結弓貼兩顆然後就可以開扁了對不對 看他手上我們能量 看他手上好像沒有打火石的樣子 噴火龍拿什麼 厭後西有 好看他這回合打不到我了 打不到我基本上我這隻是可以送他 沒有什麼關係啦我覺得 好 喔牌組拿一張翻起來是火能量多 喔不是火能量 來 呃是火能量可以多50齁 就打60滴 雖然要打10滴而已 OK 那基本上等一下這隻送你也沒什麼關係 來直接裁判了 馬子是沒用到 我虧喔 我想說他會秒我耶 這手牌不太對吧 好想做撤退喔 我是不是要放交換啦 可是 小命名已經勢張了 我還撤退不了真的很尷尬 還是我剛剛乾脆 我的能量貼給他來做撤退可能比較好 好吧算了 來了拜託你殺掉我 殺不掉我等一下就浪費個能量讓他做撤退了 可惡 他想的有點久耶 他是 喔有有 容建功來來來來 太好了 讓你殺 OK的 再多抽三張 那等一下我跟你講齁 我等一下會表演出這副牌的combo給你們看 好不好 敬請期待 阿乾 這個 火恐龍 尷尬 好了沒 哈囉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是沒能量殺我是不是阿 只需要兩顆能量 結果他沒有能量 我在猜有 兩顆有阿 你在想什麼阿 奇怪 好啦該殺啦寶貝 好第一招丟兩顆 第二招丟兩顆能量 打100滴 沒問題好該我 來這個符咒各位 符咒發揮效果 來1 2 3 我想一下給誰齁 我好像給對方的小丑噴火龍都可以 我想看看給誰齁 給他好了 我覺得沒什麼差啦 反正他轉上也會轉死他 來注意 現在的話齁 因為回合結束 所以我們派置上去 好不好 派置上去 為什麼因為判定回合 我們的特性發動了 對方基本寶可夢全部齁 全部通通都會先受到 我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怎麼打喔 裁判 裁判先不要用好了 暴龍姬可以先用 先不要拿 來先力力來抽4張 然後槍槍 抓你好了 貼 來開扁你看 他後排有傷害 所以全部都20 前面40 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看打完全部 在基本寶可夢 再跳10滴 這超爽的 各位這超爽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小 小蝶蝶如果真的不小心 被我被我做出來的話 他完蛋了 其實這部牌非常簡單 我覺得我已經表演完這部牌的精髓了 各位 我現在等一下小蝶蝶 我等一下小蝶蝶 幹嘛 不要殺我啦 可惡 好吧 算了 反正等一下他應該 我應該 等一下應該我會雙殺 雙殺這兩隻 他西翼沒有進化的話 我就雙殺兩隻了 幹嘛貼兩顆 貼一顆就好啦 唉唷 他把這小蝶蝶好麻煩喔 為什麼殺我這隻啊 你還有能量嗎 等一下你還有能量殺我嗎 你要丟兩顆呢 你手上應該有兩顆吧 好有 看起來是有 那一樣喔 派我們這隻上去 先扣傷害再說 三顆為什麼要丟三顆 等一下為什麼 欸我也不太理解 好死了一隻 高級球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高級球是不是 一二三 一二三 好像可以喔 我的Counter能量用兩顆了喔 我看一下有50 應該可以喔 應該等一下就贏了吧 應該吧 好那這隻 這個基本上 欸等一下不對啦 我的那個跑哪去啦 我的場地呢 我想把蓋掉他的場地耶 再出來一次 那這個基本上 要沒用了吧 先放著好不好 來 直接做進攻 好小小丑 直接等一下掛掉 有沒有看到 好爽喔 好 好基本上等一下墊一下就會死啦 墊一下他這個就 這個就掛了 好立家抽四張 然後你現在要幹嘛 然後我的那也不見了 各位我的那個不見了 我的 符咒啊 我的符咒不見了 直接殺是不是 OK 我想看看怎麼轉 要轉嗎 誰轉死嗎 好像不用齁 要先轉嗎 40 我覺得好像用雙彈瓦斯 等一下用雙彈瓦斯打好像比較好 對不對 看看能不能做出來好了 來竹籃 蓋掉他的那個好了 來 喔 可是我沒有那個耶 糟糕 出不來喔 我想想看喔 派誰出來咧 我想看看 小火龍 驗後吸 小火龍驗後吸 他們派誰好像都一樣齁 可是我想讓他 多一個能量撤退 小火龍 我捨不得打小火龍啊 小火龍是我的寶貝 好打 殺 基本上小火龍跟噴火龍 只要死掉我們就贏了吧 是不是這樣講 暴龍機的話 就用一下吧 因為等一下我們 我們雙彈瓦斯只要再出來齁 應該就穩穩的 欸 喔 他丟一張火能量抽三張 糖果直接進化噴火龍 欸好煩喔 他進化上去我就沒優勢了啊 我這個用不到啊 好 球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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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就沒火能量了 火能量12張了 好沒火能量 應該是沒火能量了 你還丟 13張了13張了 他在拚那個能量回收吧 有能量回收也許有機會喔 我覺得 好直接開空幕 所以說他現在有點卡了 是不是 所以我剛剛那個 Counter槍抓對囉 好暴龍機 你看如果對方都是進化的寶可夢的話 我們其實真的不太好打 好他現在不能開 如果我想看看喔 好小火龍那就 你要先扣是不是 他我覺得他先扣好像不太對 除非他有辦法 他有辦法做换位的動作 沒有辦法是不是 水喔 暴龍機應該用不到吧 看一下 古茲馬喔 想一下喔 古茲馬不用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嗯 好來 四十轉死他 六十七八 好他把能量跟小丑 噴火龍洗回去 噴火龍洗回去吧 是不是 我支援快沒了 小心一點 支援快沒了 Counter槍兩張用掉了 符咒還有一張 所以符咒等一下我會拍他上去 是不是 好小丑 好噴火龍 好噴火龍 你要有辦法進化嗎 欸太扯了啦 我覺得他的運氣好像 有這麼好 不是啊 那你的能量 出得來嗎 因為你現在好像 下不去吧 你現在是不是下不去啊 哎呦尷尬喔 因為我現在我的這個 唉 下不去 因為他沒有火能量撤退 對不對 小閩閩喔 好可以 好這個時候都先不要動了 那現在的話繼續電嗎 好繼續電 好直接竹籃 他只要一顆火能量 他就可以做撤退的動作了 他剛剛我覺得他先開特性 是不對的選擇 不過他現在因為全部進化了 我的雙奈瓦斯反而變得沒用了 這就沒辦法了 GG了我 我想想看喔 欸 自殺 你自殺 你是故意的嗎 嗯 他是等一下不想讓我的那個發動啦 好聰明喔 是嗎 他不想要讓我的那個 Counter能量發動啦 唉呦 這個有點聰明喔 我覺得 好 他賭我沒有能量啦 不過我覺得你大一樓右手上確實是還有啦 60 80 60 雙無幾張啦 雙無幾張啦 雙無還有一張是不是 我真的想要怎麼打齁 60 60 不要吵喔 我想一下喔 60 40 80 60 20 喔我不想算數了 好麻煩喔 你們覺得我要用小明明咒 還是要用我們的這個 痾 雙彈瓦斯打 你們覺得咧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那個 古之馬 古之馬 好 焊接弓是不是 我是故意拍他上去 因為我還有這個符咒 我故意的 好那GG啦 哇打得好辛苦喔 符咒數我想想看喔 欸 1 這個不能轉死 2 不然我康德能量發不動 3 4 好 就這樣子吧 這樣各位懂我剛剛在幹嘛了吧 OK 來小明明 小蝶蝶直接轉傷 GG 喔感謝你齁 好玩 We have played Thank you your 呃 先轉給他 再轉給他 再轉給他 好直接雙殺 有沒有 這台芒果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就這樣子 好直接雙殺 然後拿完 Nice 謝謝你 這打得好玩 好玩 因為對方是進化型的寶可夢 所以芒果說真的不好打 真的不好打 但是如果對方是小人牌 和基本的寶可夢 非常非常多的話 那芒果就是屌虐啦 基本上就是屌虐 好不好 所以剛剛芒果打到中期發現說 我的雙彈瓦斯特性完全沒有屁用 因為對方全部進化上去了 這樣懂嗎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雙彈瓦斯 小米米的牌組就介紹到這裡 因為非常非常的強大 如果喔 不要遇到那種太多進化型的話 我覺得這牌 非常 算是賽場牌了 已經算是賽場牌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如果想怎麼調整 至於調整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長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各位再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